我们的讲座主题是金融科技的三点银时代 我们请来了王金龙王总 王总是海投全球创始人CEO 海投新兴科技基金管理合伙人 圣母大学工程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清华大学工程学士 拥有CFA和CIA证书 那现在我们有请王总进行我们今天的讲座 好的谢谢主持人 我共享一下屏幕 好可以看到是吧 大家都是咖啡剧道部的老朋友了 然后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今天呢我大概用三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金融科技 然后金融科技的主要的投资的内容 投资的机会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会介绍一下 跟私会学院咖啡俱乐部联合设置的风险投资家的培训课程 这个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开过一次了 然后今年下半年会 再给大家 从头再讲一次 刚开始呢介绍一下什么是金融科技 这金融科技呢就是顾名思义了 就financial technology 叫fintech 就是金融方向的科技 然后这个中文呢 其实中国也有各种说法了 有叫金融科技 有叫科技金融 有叫互联网金融 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其实是是一样的 主要还是中国有各种的说法 主要还是了监管的要求了 就是比如说不能做金融啊 只能做科技啊什么的啊 但在美国的话 其实没有这个要求了 主要还是我们认为是通过新兴的科技的手段了 就比如说移动支付啊 大数据啊 区块链啊 移动互联网啊 人工智能啊 通过这种新的技术 然后来改造 或者是帮助传统金融行业 然后提供新的模式 新的应用啊 主要还是为了提供新的服务了 就是帮助啊 整个金融服务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大家知道了 就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怎么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了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一个定义了 就是科技服务金融了 金融科技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了 就最早的时候啊 主要还是金融科技 就金融行业里面的科技部门 就比如说大家最早用的这种 比如说股票交易系统啊 这其实很早就有了 比如说像原来的NIC啊 我都都是啊手工的 然后后来又变成NASA 科技有种电子的 然后银行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 然后我们现在啊大家用的这种啊 比如说互联网的转账啊啊 这种系统像ACH啊 这其实都很早以前了 就我们在也我们认为在这个啊 1.0的时代就是这90年以前就陆陆续域就出现了啊 帮助大家提高了效率 然后也是啊 主要通时主要还是通过技术来实现吧 然后我们认为2.0的时代呢 就是啊 90年代就是包括横跨了整个就是互联网的泡沫的这个阶段了 从90年代到2010年啊 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 就包括像啊 美国这边出现了PayPal啊 然后中国PayPal大家知道了 就是Elon Musk啊 他们最早最早做的这一套 这套这个移动支付系统了 最早是跟那个Ebay嘛 忙起来做了啊 然后中国的话 这个支付宝也是因为淘宝才推出来了 这也是相当于跟这个美国学习的 然后陆陆续续又推出了各种新的啊 模式吧 就是就比如说 美国这边出现了这个B2B平台呀 Prosper Learning Club呀 然后中国出现了像蚂蚁金服啊 所以这整个的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互联网金融的这个阶段了 就是美国这边我们认为实际很成功的 中国可能认为是失败的 那其实其实不是 就是大家现在很多正在使用的金融科技方面的应用 都是这个时代出现的 然后现在我们认为就是过去10年 这是一个3.0的时代 就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技术了 就比如说啊 区块链啊 像现在这个Coinbase啊 然后很多啊 像像Rubman Hall的这种新的一些应用啊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出现了还是进一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吧 帮我们就是在无论从财富管理啊 从这个移动支付啊 从交易啊 从股票交易啊 这方面都要更进一步的方便了 所以这个这是我们认为其实是这个新的一个 啊金融科技的一个时代了 然后这个现在的就最近的这个十几年的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特点就是呃服务的客户不一样啊 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叫Generation Z 然后他有一个写著的特点就是这Millennial他已经超过了 他总数已经超过了这个baby boomer了 就是现在是新一代的人了 为什么现在看到大家看到很多像这个mimi stock呀 就大家炒股的就拿几块钱出来炒股啊 像这个baby boomer这个年代就比如70年代这些人啊 他们都是啊养老金的就大家都是呃存钱啊 然后啊投的放在这个ra账户里面啊 然后买一些像etf啊啊 啊新一代的这些投资人是不一样的 就刚才在讲这个millennial嘛 Generation Z的话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了 他们就是呃比如炒股票啊买期权啊 然后啊买这种呃啊smart beta etf啊 所以呃我觉得这一代的这个投资人 其实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呃金融科技公司 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这个传统的行业了 就比如说现在新的新的一个一个类别吧 我们叫neobank或者叫challenge bank 或者叫digital bank 其实这个说的都是一回事了 就是新兴的这些银行 这些银行很多是没有牌照的 但他提供很多类银行的服务 所以他是基于传统的银行的系统之上 然后啊给了提供比如说非常啊 有些是传统金融行业覆盖不到的 就原来这也没有没有拿过卡的 然后有些是呃就纯移动端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呃 大家看到这里面也有 右边有几个像微众银行啊 像网城银行 这是中国的银行啦 其他就很多是啊 美国的 然后还有很多是新市场的 欧洲的 所以总体来说的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了 就是这个数字银行啊 正在取代这个传统的银行业务了 这个最近大家特别 这个知道特别火的这个defi了 嗯我上就这个星期去参加这个 最终一人大会 其实有一半的基金经理都在讲 defi呀讲nfp呀 然后还请了一些明星名人 就比如说那个嗯有些是对冲基金经理了 就比如现在这种都亿万富翁啊 啊比如说那个point72的 这个sglic的steve cohen啊 他们都带这个自己去投 有些是投交易所 然后有些是买这个nft nft就是这啊 non-fungible token 其实就是把很多啊 艺术啊一些传统的 比如说把nba的一些一些 影像啊图像啊 都把它tokenize 然后变成了这种新的一种技术了 那跟我们这个金融科技相关的 这种defi defi呢就是说 区中进化的一种金融 就有好多呢 大家都知道像啊 美国的这美元呀 这种系统啊 全都是有有央行啊 或者是sci 这个各种相对部门监管的 他们这种呢 一个就是说区块链 大家都知道 就很多有些 比如说区中进化呀 不可创改啊 然后基于公式啊 这很多特性 他们现在推出的这些呢 就比如说传统的金融机构 像jp morgan morgan sanly bin mela 这传统的机构也在 开始参与了 最早的就是这种 原来不知名的交易所嘛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各种 比如说像paypal啊square啊 这种做支付的开始参与 然后后来就变成像 kongbeats 大家知道 现在其实涨得很大了 最早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嘛 现在的交易量特别大 所以呢 这个defin也是正在兴起吧 但是他具体怎么会改变整个的金融行业和金融科技行业 现在还看不清楚了 因为监管部门的态度还不是很明确 尤其像美国这边是没有承认的 中国是打击的 然后但是有一些小的国家 就El Salvador 就Sarvador 然后这种国家都是开始承认 比如说比特币 他就跟他跟美元呀 是同样的一种法币的这种价值了 就是他可以去作为国家的这个交易的这种货币了 这个买卖都可以都可以用了 所以现在其实是还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间吧 就虽然像比特币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 然后现在规模也也超过一万亿 接近两万亿啊 所以现在还不是特别就是这个行业还不是特别明确吧 然后金融科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监管的风险了 就是从中国大家可以看到了像这个买进服啊这很多都都不让上市了 然后啊像余格宝现在一直在强行的压缩规模吧 就是因为这个他担心他有流动性的风险大而不倒啊 就强制的从比如说一万一啊慢慢在在那个不许去推广了 慢慢把它规模压缩下来了 然后像那个新其他的新市场比如说印度啊 其实发了几千账的这个NBFC牌照 就当banking financial corporation就是非银金融牌照 就鼓励这种非银行的金融企业去参与整个金融业务 然后后来也是泛滥了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fraud呀 然后嗯现在也在开始收紧像印尼也是一样的 印尼的话啊原来是没有fintech这个牌照的 然后从18年开始发牌照了 这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牌照的就不许这个做业务了 这跟中国是不一样 中国就是说你也是没有牌照不许做 但大家都没有牌照 就大家都不能做业务了 所以就是出现了比如说什么 P2P清零啊什么这种现象的 这种发生了 然后刚才我也在讲 就是有些国家已经开始 尤其是新市场 就是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去尝试 有些像英国他们也推出了一些沙盒 然后比如说像香港啊 新加坡也推出了这个数字银行的牌照 所以这个监管是现在就是双刃剑吧 一方面在加强监管 另外一方面在不断的创新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 需要我们就像创业者呀 或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啊 要去准确的去把握了 这一方面在合规的同时上 要要这个体现到创新了 嗯刚才这个呃第一部分 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下呃 金融科技的这个行业啊 我们是最后最后大家一块讨论是吧 就没有中间提问的这个时间是吧 嗯行那我就进入第二个板块了 主要是讲呃 风险科技的这个金融科技的风险投资 就说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这个板块 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金融科技这个行业 就是独角兽的公司 呃超过了就超过了1.8万亿 这个这个行业了啊 这个是这个是指这个就是超过 1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金融科技的独角兽了 大家看到主要是那就近利一半吧 应该是在在美国的 嗯然后啊就超过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是在美国的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嗯 亚洲和欧洲是比较多的 就欧洲多亚洲多 然后其他的新市场像拉美啊 非洲啊 然后澳洲啊 这有一些 嗯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那金融科技的创新 还是还是主要在美国 然后从这个投资 投资量来看的话 就是嗯还是增长比较快的 大家看到这个金融科技的 无论从嗯投资的数量啊 还是投资的金额呀 都在不断的上升 像去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的话 也容了接近2000亿 当然最大的这个还是这个2018年了 这个卖金服容的这一轮了 但是你本来是啊 应该应该上市的 差不多2万亿人民币的市值的 就我现在被被叫停了 所以啊 但是就排除这个以外的话 整体来说的这个金融科技行业 还是还是在呈现一个啊 强劲的一个增长 嗯然后从整体行业的这个阶段的趋势 来看的话 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 就是早期的比例在下降 就比如说种子轮的从18年的这个接近一半了 46%现在就变成了三分之一 34% 然后但晚期的这个中晚期的在逐渐的上升 这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就是说这个整个行业在不断的成熟了 然后更多的这个非传统的这个资金就不是VC的资金了 就比如说像Mutual Fund的资金啊对冲基金啊 啊他们都留到了这个金融科技这个行业 就是把啊中晚期的这个项目都都抢走了 所以啊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行业是在增长的 但其实是啊早期的资金并没有显著的一个增加 好处就是说这个行业更成熟了啊 更多的钱进来了 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更挤工尽力了 就是就是更少的资金去投早期了 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行业成熟以后 然后公司长大以后才去投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这个主要的一些投资机会 就是啊根据Venture Scanner 他们把这个就就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了 就大家可以去看什么CBinside呀 可以看TechCrunch呀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分类 但大概就是我们选用的就是Venture Scanner 这个这个分类方法了 就大概是有这么多领域 嗯比如说包括信贷呀 嗯我们叫这个Lending了 就是2C的这个Lending 然后还有一些理财的WilesTech 还有一些支付比如payment 然后另外就是这种商业的这种投资 就包括2C的业务 还有equity 然后还有就是保险科技 就InsureTech 然后还有一些是像市场这种交易呀 服务啊和也研究啊数据啊 然后还有安全保障啊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么15个 呃细分的市场 嗯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大家相对来说 就2C的是比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 就比如说消费信贷 比如说SoFi呀 就主要是从学生贷款开始做的 然后现在也涉及到其他的各种类别的房屋啊 什么汽车各种各样的贷款 然后像这个 嗯 散户的这种理财 比如说Betterman啊 Rami Holder呀 这个大家都是就是用的用的比较多了 众筹这块的话就现在基本上就火过去了嘛 但是像Go方面这种我们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这很多费盈利的一些众筹啊 什么都通过这个去呃去实现的 然后数字银行 刚才我们讲了 有美国这边就比较大的 比如说Chime啊什么都非常大的 这都是超级独角兽了 都是超过百亿美金以上的 然后其他的像这个支付里面 比如说Clarna这个是 嗯 现在最火的这种就Bine Now Pay Later的 这应该是全球估值最高的 杜角兽公司 这个金融科技公司之一了 3600亿的 36 billion吧 360亿美金的这个呃 估值了啊 现在还没有上市 然后其他的比如PPM也准备上市了 这个是蚂蚁金服也是很大的股东的 印度最大的支付公司了 就像印度的支付网 嗯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呃 金融科技行业还是 呃 非常发达的 就是像这个这这么多是 细分市场里面 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非常大的 非常成功的公司在了 然后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金融科技行业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 嗯 投资这个金融科技行业 主要是通过 几种方式吧 一种是我们就有一个新科技基金 这是早期的天使基金 这个venture fund 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credit fund 就是主要做信贷类的 呃 是做就fake income 这个是股权嘛 就私募股权嘛 那个就是固定收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stock fund equity fund 主要投上市公司的 就比如投paypal啊 投square啊 投这种啊科技 金融科技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所以这块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金融科技呢 他有几个特点吧 一个就是我们是 呃 venture studio 就是基于腐化了 这个跟腐化器还不太一样 就我们没有一个物理的东西 也没有这个腐化时间 但是就是跟公司一块 跟创始团的一块来共同去 呃成立这个公司 然后发展这个业务 所以我们叫腐化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啊 刚才讲venture capital 还有这个venture lending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credit fund 还有一个venture fund 呃 就是既给公司提供股权 也给公司提供债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投资 呃 全全球市场啊 就是一部分是美国市场 那主要是新银市场啊 就包括像 呃 我们在非洲啊 然后在 呃 拉美啊 然后在东南亚啊 我们现在最近就集中投了一级 中东的公司 比如迪拜啊 呃 巴基斯坦啊 呃 所以这些市场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一个是 呃 规模比较大 就是人口都在 1亿2亿人口以上的这种大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都属于新兴市场了 就是人间GDP 可能在2000美金左右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大概中国 嗯 20年前的一个水平吧 所以现在就是 啊 中国现在已经涨到这1万美金了嘛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呃 原来一些呃 中国的模式啊 呃 美国的一些技术啊 然后输出到这些新的市场 然后重新去浮化项目 这主要还是呃 相当于投资 比如说2000年左右的阿里巴巴呀 投这个2005年左右的京东啊 嗯 所以主要还是把我们的这些相对比较熟悉的模式 复制到这些新的市场去的 然后我们投呢 就是大概这4个方向 就刚才介绍 金融科技 有6个大方向 15个小方向 而我们投这几个呢 就是相对来说 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 然后另外我们就觉得在现在的这个阶段 在新市场是更有很好的一些机会的 嗯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很多是2C的这种方向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2C更好做一点 然后因为客户的技术大嘛 新市场人多嘛 尤其是像我们都集中在一些大的这种核心的城市吧 比如说 呃 印尼的话 我们主要做亚加达市场吧 就本身的亚加达就1500万人 然后再加上周边可能有3000万人了 然后印度的话可能就做几个 就是班加罗尔啊 德里啊 孟白这三个城市做下来 嗯 其实就覆盖了 比如说这个一 至少一两亿人口了 然后啊 另外就是像消费信贷啊 数字银行啊 转账支付财富管理 这都是我们啊 非常熟悉的 就在中国在美国都有很多对标公司的 我们都跟着这些公司成长 也是平常每天都在用的这些APP也好啊 还是运用也好啊 所以我们比较熟悉它的模式 它的运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模式复制到 各个的市场去的 所以我会花点时间啊 介绍一下这些案例 他们在每个市场的这个应用 大家其实都可以对照了 这个消费信贷 这个呃 主要就是最早 像我说的 从美国这边 从B2B开始做的 像prosper啊 然后像ning club 然后中国的可能就是从 蚂蚁金服的花贝啊 借贝啊 京东的白条啊 金条啊 做起来的 然后像其他的这个市场在拓展 这个QuantX呢 就是我们在 墨西哥腐化的一个团队 然后最近刚进入了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市场 他们主要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团队了 在华盛顿 原来capital one的背景 然后他们后台的技术团队是在成都啊 这跟我们合作了很久 在中国合作过 在印度合作过 然后他们主要是想这个拓展拉美的市场 然后我们就 嗯 腐化了这家公司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嗯 相对传统的一个 嗯 信贷公司了 从消费信贷出发 然后我们再拓展其他的业务 比如说 像这个呃 Payrolanding啊 就是就是 哎 叫什么工资贷款了 基于工资的贷款啊 还有一些刚才讲的这个paylator 就是分 基于消费的这种分期贷款啊 所以会有不同的产品线 就是我们 嗯 在覆盖了 就就是这个中美地区 就叫中部的拉中美洲地区吧 嗯 然后啊 再把不同的 嗯 产品再覆盖上去 这个flash cash呢 这个也是 嗯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印度现在在清理中国公司嘛 其实这是也是一个 啊 中国中国的团队 在印度 然后也是在中国做了 啊 很多年的 嗯 信贷的业务 然后我们一块去 印度开拓市场 那么他们的优势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前期做很好的架构 把公司呃做在新加坡 然后有印度当地的团队当地的董事 然后也申请了这mbfc的牌照 嗯 最近有很多中国公司被清理了 就不止金融科技公司了 像游戏公司啊 像什么TikTok呀 什么YY呀 这都被都被清理掉了 嗯 但是 但我们这公司还在啊 在印度做的比较好 主要像我说的一个是我们有牌照了 然后另外都是本地化了 除了这个后台的团队 还是在上海以外的话 当地的啊 主要的团队是以当地的团队为主了 嗯 所以 嗯 这块业务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块业务了 就是在印度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的方式呢 可能就是在做一步进一步的创新 比如我们在发这个 嗯 发卡 就是做这个数字银行的业务了 发一些阶级卡呀 发信用卡呀 所以这个还是覆盖了 嗯 就些这些传统上是银行不服务的这些人群嘛 嗯 另外的一块业务就是 这也是消费信贷的一个 这个本身就是每一个市场的产品都有一些差异化了 嗯 这个产品的主要是在尼日大 肯尼亚 他们做的是这个花费贷 就是嗯 可能大家都知道非洲这个传统的这个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比较差的 就是比如说银行比较少啊 网点比较少啊 然后大家呢 就包括像中国最早比如90年代的时候 嗯 没有移动支付的时候大家用的其实很多的那个手段是用手机做支付的 所以非洲人是有用手机的这种短信支付啊有传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在在中国也有这种叫化费充值了 就比如说你用移动啊 用联通啊 你买那种充值卡就100块钱200块钱的刮掉 然后你充到里面就所有的这种化费呢是我们叫叫prepaid的就是先付的啊 就现在已经现在好像应该是没有的 但美国还是有的 就有一些低收的人群啊 就他信用不太好的 然后就是运营商不愿意给他提供这种花费 就是你先用后付费的啊 我们都是像branson啊 这种atnt啊都是先用后付费的 在这种新市场呢 有很多这种刚需就比如说他打电话了 然后呢 他就没钱了 每天充值了 但他电话不能停吗 因为他要跟你家里联系啊 可能他做业务啊 然后就跟这个啊 跟我们这家公司啊捆绑 就是做这种啊 花费的贷款 就是说你先用着 然后你啊 月底是在在还回来啊 然后中间会付一个利息 这个本身的好处就是说 这都是真实的啊 运营商的用户嘛 本身他是打电话的 然后如果你不还钱 那你就会挺机了 这你的对你的生活啊 业务啊都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这个坏张率是比较低的 就很少有人会恶性的去淘汰 然后诈骗也比较少 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你的过去的历史的通话记录嘛 啊 所以这块业务呢 是也属于新市场业务了 因为就像我说中国美国现在比比较少用这种prepaid的这种电话了 嗯 然后还有就刚才讲的信旦嘛 然后就第二板块就是数字银行 数字银行呢 我们在啊 debay提了呃 投了一家公司 是个数字银行 他们是在当地啊 拿了拿了这个数字支付的牌照 E-money的这个牌照 然后也接了数字银行的这个沙盒 就本身是debay还没有发过数字银行的牌照 所以他们是就是最早进了山河 是啊 最最容易拿到的 那这个本身在这个中东啊 这个最最大的风险就刚才讲的 还是这个合规风险了 就是因为这块是没有监管的 监管也不知道怎么做 嗯 所以他们这块呢 就是主要针对这种啊 移民的人群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就像沙特呀 像这个阿联酋啊 都是都是很富裕的国家了啊 主要是靠石油嘛 然后他们本身的本地人呢 都都就很高的福利 都不怎么工作的 对他们从外地就就外国雇了很多劳工 比如说像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中国呀 很多工人在当地去打工的 这就就这个就接近两亿人啊 这些人群呢 他们本身是在啊 在迪拜是开不了银行账户的 因为他没有本地的身份证啊 然后他工资收入比较低呀 嗯 然后也可能没有一个啊 稳定的一个工作住址啊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像经购配呢 他们就给这些人群呢 就发这种 嗯 就数字账户了 就你手机上就可以开户 然后他们跟那个mastercard 就发这种就debit card 你把钱 你工资存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去去消费 然后还可以允许你去把钱转回到 比如说巴基斯坦啊 转回到印度啊 蒙加拉呀 所以这他们就提供这种数字跨境的这种数字银行服务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业务 然后啊 中东本地的像银行这种基本上没人愿意做这种这种服务的了 嗯 所以本身是这个业务比较难 因为他要跨境啊 然后就金额也比较小啊 所以只有通过这种数字的银行的账户才能就是降临你的成本了 然后我们还投一家cheese这个呢是在美国的在啊 洛杉矶 他们最早呢就是一直在做消费者服务的 就是给大家发这种啊储蓄卡呀什么消费卡呀啊 做这种消费繁点啊 做这种业务的说非常熟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客户群 所以他们就是新成立的这家公司 主要是针对华人的呃 发的这种呃 debit card 就是大家都知道新移民的话 嗯 每年都有留学生啊 新移民过来 他刚开始是没有credit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credit card 然后另外就是他这些都都不熟吧 所以他们就是发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个卡 做消费返现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amazon 因为他的这个呃 debit card去买东西 然后可以给你奖励啊 可以给你呃 积累你的信用啊 所以他们主要是做这个的 他们就谈了很多商家 大家看到比较熟的 比如说这个dio木啊 这种啊返现的这种呃 商这个平台呀 嗯 所以呃 本身的这块业务就是还是一个刚需了 就新来的人他就开卡就比较难嘛 然后另外就是嗯 他能很多中国人愿意去积攒那种几分啊 换东西啊 拿折扣啊 所以啊 所以我们也就投了这家 美国的专门争了华人的这块啊 这个业务了 而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呢 这边就大家知道是穆斯林国家了 然后欧阮呢 这个创始呢 他们是在 也是在巴基斯坦出生 然后在加拿大长大 读书工作过来 做了几年的投行业务 然后他们现在回到啊 巴基斯坦回到卡拉奇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数字银行 他主要是为了穆斯林的女性提供服务的 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女性就不是很自由嘛 就不能出去到什么银行啊 排队啊 什么去这个去办理开卡呀做业务的 所以他们就呃做了这么一个数字银行 就是一个手机的钱包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去存款啊 可以去借款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呃 有一个叫叫Raska的这种啊 国内也有叫标会吧 就是民间借贷了 就有些穆斯林的妇女 他就是存了一些钱 然后他放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借给他的邻居啊 然后让他们去 比如说开个小商店啊 就可以借钱 然后穆斯林的这块的Raska 有个特点的就是 啊穆斯林之间是呃 禁止收利息的 就是比如说我借给你一百块钱 然后你借你呃 两年两年以后一一百块钱还给我 就行了 我不能收利息 这是他的那个呃 教育是禁止的啊 所以这个公司的利润率比较高 他会中间收费用啊 然后这个另外就违约率非常非常低啦 就像我说这个他们那个穆斯林的传统 就是你不能欠债嘛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基于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银行 不是陌生人之间互相借了 他本身就是有这种标会互相借的 他只是现在把他数字化了 那你不需要面对面了 我也不需要出门了啊 所以这个是基于这个现在的 基于他这个国家的一个现状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创新了 就原来这些穆斯林妇女是享受不到的 他钱只能放在存钱罐里呀 你让塞到床底下呀 什么现在都可以存到手机银行里去了 我们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社会效应的一些投资 而另外的话一个板块就是支付 支付呢我们投了一家公司叫以摩了 这个也是在洛杉矶主要是因为那边的就快典电商啊 华人这个用户比较多啊 所以他们就是主要是在中美之间都有牌照 现在在美国这边现在有四十几个州了 就Money Transmission License 这个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难拿的这个牌照了 我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是专门拿这个牌照 然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也有中国的牌照了 就是三方支付的牌照 主要是做中美之间的一些跨境收担的一些业务的 所以这块也是比较难做的吧 就就比如说像支付宝啊什么 他们都都很难很难在美国拓展业务 你就是因为在美国受禁止了 所以这个以摩了是一个纯美国的一个公司 然后跟中国开展业务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细分市场 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财富科技 财富科技的话就是呃这种在线理财的 其实大家可能平时在美国也用 就刚才我说的一些Bossman的啊Betterman啊 就比如说像Ramiho的这种其实都可以叫了 因为他是帮你买股票嘛 然后我们做这个投资亚公司人家就Rise Rise呢他也是啊也串事团的也是尼日利亚人 然后在美国读书他们在南卡读书 然后在硅谷创业啊 然后后来就是以他19年回到啊尼日利亚啊 回到雷狗斯雷狗斯不是他首都了 但是他最发达最大的城市 然后在那就开发了这么一个理财的一个APP 他最解决最大的痛点是这样的 就是尼日利亚的这个本土货币贬值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通货膨胀率就是最近就最近年都10%以上 所以他的货币就是每年都在贬值 基本上你赚了钱不花 然后放在银行里存着的话 这个只还这个利率还覆盖不了通胀率 所以你的货币是不断在贬值的 对他们呢这个就是Rise呢 RiseFest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就是美元理财的 就是他帮你把当地的货币叫奈拉 然后换成美元 然后在美国可以投一些固定收益啊 投一些房产啊 有每年有一个8% 10%左右一个收益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 如果抵御他的当地的这个货币贬值通胀的话 可能就免花20%的收益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是一个刚需了 因为当地人拿到钱以后 他如果不是马上就买东西 换成这个商品的话 他要么就换成美元 要么就换成比特币 这可以抵御当地的这个通货膨胀啊 嗯基本上就是像我说的 我们嗯自己在我们两个团队 就纽约团队是主要是做投资 然后北京团队做研究 对主要是刚才我讲的 覆盖了全球的十几个新型市场 然后我们覆盖的就是研究的这种 就像我说的 我们可能就移动支付啊 数字银行啊 然后财富科技啊 然后像那个消费信贷啊 这些 vertical 所以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比较专注的 嗯不能说研究比较深吧 但是就像我们的这个团队 就每天就是看这些项目啊 研究这个市场啊 然后跟这些本地的创业者去聊啊 所以我们就每天都挂在zoom上 早晚要打电话呀 嗯所以这块就是还是有一些研究心得的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啊 都可以跟我们去聊 可以跟我们一块去投资啊 可以跟我们一块去禁调啊 我们一般就是就是pandemic之前 每年都会去做两次禁调的 就会去比如说去东非啊西非啊 然后去印尼啊印度啊 然后我们计划明年去 我和明年二人朋友去 嗯 去那个墨西哥呀去 波高达去哥伦比亚呀 去比鲁啊去去做禁调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嗯 然后这个刚才我讲就是风险投资家 这个培训计划呢 是我们啊今年上半年最早是跟这个跟前华五道法一块设计的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吧 你大家知道他们就没办法啊 到到美国来开课了 所以我们就跟啊思维学院 然后跟开外俱乐部联合做的那么一个课程 嗯第一期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我们第一期就是人比较少就20个学员 啊一个原因是门槛比较高就是第一次课程收的比较贵 嗯然后我们第二次开课呢 就基本上是也根据学员的反馈 就砍掉了一些线下的一些就是作业 我们当时留了很多作业 大家要写investment memo啊 要准备term sheet啊 啊就是课后的时间比较多 因为大家很多啊来来听课的都是啊professional 就这华尔街的banker啊 然后有一些是MBA的学生啊 有些金融从业者呀 他们想进入这个VC行业的也有一些是 企业家他们想他们自己做了一些风险投资啊 然后想做的更专业一点啊 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动态啊 专业知识啊回来听课 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精简了一些时间 以讲课为主 然后会有一些分享 我们上半年的也请了很多这些行业的专家了 就各个VC的基金有些华人的VC为主 然后给大家讲各个环节 也分享他们的这个投资啊 嗯进调啊 然后这个谈判的一些经验 嗯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偏实践的这么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上半年还做了一个项目 一个金融科技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已经在推出的过程当中了 嗯我们目前从这个就是条款来看的话 能赚十倍左右吧 嗯所以呃总体来说的就是呃 学员们还是还是蛮有收获的 所以我们也有信心 就是再开一次这个课程 嗯然后做了几个改变 一个就像我说经典的那些课程 把客户作业啊什么经典的很多 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 学费的门槛降下来了 就砍到一半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再跟几个像清华校友会啊 这就是啊我们就我自己跟清华校 就是联合也合作比较紧密嘛 而如果是校友啊 还有一些这个折扣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学费呢都是都是捐给这个呃 非盈利组织的啊就比如说 捐给咖啡俱乐部啊 捐给清华校友会啊啊 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是收学费的 但我们自己不收啊都是呃 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筛选一些真正 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然后会有一些基础吧 就是你总得懂一些这些金融知识啊 从一些科技行业啊啊 嗯然后就讲这个整个风险投资的一个过程吧 主要是基金的管理啊摩托管退啊啊 然后怎么去找项目啊怎么做进调啊 怎么去谈判啊啊 啊最近就是风险投资一个特点就是门槛降的很低嘛 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参加了一个 这个DEMO Day有三千个投资人在上面 很多都是个人投资人 他就看一个项目就投个几万美金五万美金啊 什么这种门槛降的很低 然后个人投资人的话基本上就是拍脑了 我看你顺眼他DEMO Day很快 你知道吧那DEMO Day就一分钟 他这个项目讲一分钟 然后你可以有改天金可以去联系他 然后跟他去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去聊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呢你就得决定你要投还是不投 所以总体来说的这个行业现在比较浮躁了 大家都不缺钱就就我跟人家去聊半小时以后 再约时间约不到人家说我一百多个投资人 后面排队等着你就半个小时 你你你讲完了就得决定要不要投 所以我们自己也通过这种DEMO Day去找项目 但是我们都是之前就跟他们联系过 就研究过行业研究过公司跟团队了解过 所以这个DEMO Day对我们来说就是 还是看一下行业的这个风向了 就什么东西热什么东西不热 从我们现在看起来墨西哥非常热 然后印度非常热 其他的市场像非洲非常热 就像那个尼日地亚很多项目 抢都抢不进去的 所以所以这些呢就是 我们在课程之间都会都会分享 总体来说就六节课 然后我跟Gloria各奖一半 然后每节课会会请一些嘉宾过来 就是行业的practitioner 他们基本上在这行业做了很久 有很多经验 也都是华人的这个领先的VC了 我们去跟大家分享经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思维学员报名 好吧 我今天就就这么多 我这没有记时间时间到了吗 差不多50分钟 那正好 对我本来预计讲45分钟的 还有10分钟回答问题是吧 Gloria要不要分享一下 Gloria讲的这个课程吗 好 我简单补充几句吧 因为Jerry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对 大家好 我是海投权分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Gloria 我主要在VC基金负责的是这个Pipeline管理 禁止调查 还有投资管理 这些工作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呢 基本上就是跟上一期也是保持了同样的一个架构吧 就是六节课 目标还是希望大家能从这六节课中 能够了解分险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基本知识 然后懂得如何去寻找项目评估项目 然后做兼职调查 还有怎么去set这个term 然后写那个invest memo等这些工这些事 然后课程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嘉宾 然后这个这个具体的名单我们之后会公布的 然后希望大家不仅能够在通过这门课程 能够学到一些基础知识 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就是实际中去 无论是你的目标是想要创业还是想要做天使投资人 还是想要进入到风险投资基金 那我们我们开课时间就是在两周之后 10月910月9号起每周六的晚上7点到8点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私会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上一次课的话 有接近10个都是创业者要本身就是CEO啊 然后还有一些是在行业里面他们想出来创业的 所以就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比如说怎么写BP啊 然后怎么去跟VC pitch啊 怎么去融资啊怎么谈谈 所以其实这个是两边都有的 我们就 both sides of the table 一方面是VC怎么去看项目 怎么找项目怎么评估的 一方面是这个创业者怎么去pitch的 怎么去融资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就六个小时嘛crunch 就我们上一次的话 一节课是两个小时的 就大家觉得这个讲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另外就是客户作业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要去pitch啊什么这种的 他客户要准备要写invasive memo 然后上来还要present 我们还要打分啊 就搞得大家很辛苦 大家说我这个本来就想学点东西听听课就完了 没想还要做作业 我还白天要上班呢 所以我这次就就精简了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也把这个课室费都都砍下来了 就希望就大家真正对行业都能参与 然后也能够对这个行业兴趣能够引导一些来入门吧 这个老学员现在是多少是什么意思 是人数是多少还是那个还是学费是多少 老学员discount 明白这个这个很便宜了 我们上一次是899吧 然后现在那个跟私会这合作的是499 然后我们如果是呃学生会啊校友会啊什么校友啊什么这个你去找一下校友会 他们应该还有discount吧 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因为我们钱都是交给捐给呃学生会的 呃那个呃Jerry这样子吧 那个云凯需要下我们的那个两个二维码 就是好的好的 你能这样吧 而且就说我们今天呃报名如果今天呃讲座结束截止到还有个early bird 还有399好的好的这个可以的还有还有还有长鸟的这个discount 呃有二维码吗没有看到二维码呀 哦这个二维码好 对呃因为这个都是我都是我们社会的老朋友嘛 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通通过社会者来报名了 呃另外的话就是谈谈海头和整个课程系统行业的参与 呃这个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VC课程呢 讲的就不是这个投资方向啊投资研究这块啊 讲的是整个啊VC这个基金的管理啊募集啊 这个这个行业怎么去投项目怎么看项目 是不针对具体的行业也不针对具体的项目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去年我们就是上半年的课程是有案例的 就是我们会请创业者去来pitch我们今天也会讲 但就就比较light了因为啊上上学期的那个课程呢就是要求大家 啊对这个项目要做评估啊要打分啊要写memo啊要pitch啊 你对敢敢不敢兴趣啊就是我们上一次pitch那个项目 大家最后都觉得这风险太高太贵了然后都没投 然后结果这个项目就像我说的我们下半年就就就退出了 还没退出吧退出当中吧啊就就十倍的收益啊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还是通过这种实际的案例来实践来来那个大家来真正的学习真正的验证了就是这个你不用出钱 但是这个都是实际的我们自己就海投这边的投资的项目了 这个课程是中文的就是我跟Gloria来讲 然后我们嘉宾也尽量请的都是华人的嘉宾都是都是就是像我说的美国领先在华人的VC了 他们分享一下怎么去支持华人创业者呀怎么在就是美东美西都有了 硅谷的和美东的我们主要美东的为主吧因为没有时差的问题嘛 嗯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关于消费信贷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公司叫Affirm现在很很火啊先买后付 然后一开始大家以为认为Affirm的主要客户是Palaton 然后现在他啊又被Amazon给接受了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消费的一个趋势啊你是怎么觉得呢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消费的趋势啊就是本身Affirm上市的时候很火吧 后来股价跌的很惨啊 他的一个很惨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是像其他的对标的公司 就比如说Clanar啊什么就规模比他大很多倍 然后也在全球化就竞争比较激烈了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传统的就比如说PayPal啊什么 他们其实都有这种呃就叫先买后付的这种业务值 他没有当做一个主打业务来推 因为他主要还是做支付的嘛啊 我觉得这块嗯还是一个是比较有有需求吧 嗯因为这个先买后付跟最大跟信用卡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一个是他不上征信嘛 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其实是他是不收利息的 就你可以分期去买 比如说你现在的新出的iPhone13 你可以在苹果呢也可以做分期的 然后那个我记得Apple是跟JP Morgan合作的吧 还是啊跟Gurman Gurman Sachs那个合作的那Markus他们有一个那个消费的平台 就Markus也是做分期的 这个呢是他赚的是凡点就是苹果呢是给这个Markus去去那个付那个佣金 然后你自己呢比如说1000美金的这个手机 就比如说13Pro 你分4期还一期还250就行了 对你来说是没有利息的 然后对苹果来说他多卖了一个手机 可能这个人的话他就就负担的起每个月还250 他一次拿不出1000美金来 然后对银行来说呢他这个风险比较小 然后又他赚的是这个苹果给的凡点佣金嘛 比如说你卖一个手机我给送你5点的佣金 我觉得这个新的模式呢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创新吧 但他的这个比较好的就是他接触了一个就激发了新的这个人群的消费的热情 但这个也是要看因为他这个很多都是overlabor的嘛 就是本身这些人可能是没有消费能力的 就是他没有还款能力的 如果你加了杠杆以后对他的信用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风险了 我觉得Affirm的话最近股价又又反弹过了 主要还是就是跟这个Amazon的合作嘛 他们本身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因为他要对这个信用风险去做评估啊 然后但就像我说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业务了 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然后另外就像我说这个不一定是sustainable的 因为很多这些低售人群他没有消费能力的 你通过这个这种方式来刺激他提前消费 他最后可能还是还不上的 就跟你现在美国这边比较啊比较重的一个负担 就是学生贷款嘛 就大家鼓励这种去上这种叫付费比较高 这种培训学校啊什么的 但是欠了很欠了很多贷款 其实尤其像那个美国国家贷款都还不上的 所以我觉得先买后付的话 还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一个细分的市场吧 我们比较看的好的都是在其他的新银市场 就这些人本身是没有信用卡的 也没有这种服务的 你在美国推的话就像我说的 他这些人为什么不用信用卡 因为他信用卡额度不够啊 他为什么额度不够啊 因为他信用不够高嘛 所以你通过这种就是不上征信的这种给他受信的话 他他还是有信用风险的 那如果他要他他只能还信用卡 或者还这个先买后付他会还哪个 那他肯定先还信用卡 对吧 是的 谢谢王总讲座和Q&A环节啊 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问题 现在没有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那个chat里面留言 或者是扫我们二维码 跟小助手联系啊 询问有关于课程的详细信息 哦 现在是中秋已经来临了啊 然后这是一个收获季节 也是一个洒下明年期望季节 美好的日子不容错过啊 希望每次相逢 我们不仅得到了知识的收获 也能得到一次投资的机会啊 感谢大家这次来参加讲座 感谢王总参与和Gorea参与啊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以后的讲座 还有 这老学员有折扣 老学员还在在听吗 这个老学员还会来再听一次啊 哈哈哈 好吧 为什么老学员都在问折扣 老学员可能是那个吧 可能是那个私会的其他课 哦私会的学员 哦 我以为是我们一些的学员 我以为是我们一些的学员 然后那个到时候问一下我们的那个课服 你到时候回回复风险投资 他就会知道你是想要报的哪门课了 对 好的 好的那谢谢那个王总 谢谢Gorea 然后谢谢云凯 今天第一次主持也十分的棒哈 那个控场非常的好 行那个谢谢三位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呃 在这里结束了 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嗯好的 好大家祝周快乐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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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